你知道在西游记中哪只妖怪的实力最强吗 我敢肯定很多人会说 拥有最强法宝金刚卓的青牛精 如来的新娘舅大鹏鸟 甚至说金钱豹的也有 好吧 实际上他是头像圈的扛霸子的 为了整理出权威的排名 我查阅了大量资料 盘点出前十位最强妖怪 现在就为大家一一奉上 排在最后一名的是金钱豹 从他的造型上来看 就是一只花皮豹子精 看上去非常的可爱 一点都没有南山大王的气势 而且他出场时都是不经意见的 连个名字都没有 只知道是个妖怪 实力一般 别说和悟空比较了 就连和二师兄都没有一战之力 不过金钱豹有一点很厉害 是七游记中其他妖怪都做不到的 那就是他能让唐僧的三个徒弟挨个儿哭了一遍 无论是齐天大圣还是天鹏元帅 在他南山大王面前都只有枯戏的份 但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的金钱豹已经成功洗白 从一个妖怪变成头像圈的扛霸子 成功代替了招财猫 现在我只想喊一句 金钱豹大军何在 第九 蜈蚣精 这只蜈蜈蚣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它是盘思洞七位美蜘蛛的师兄 小时候可被他肚子上的眼睛吓得不清 看我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 但最让人头痛的是 蜈蚣精不仅长相丑陋 而且法术非常高强 它炼制出来的毒药 堪称天下一绝 身上还长满了一千只眼睛 射出来的金光 能将方圆十里的生物 都困在金黄光雾之中 而且它能与孙悟空大战六十回合 并射出金光黄雾 系上了悟空的眼睛 最后 齐天大圣也只能逃之夭夭 由此可见 悟空精的实力也是非常强悍的 第八 黑熊精 这是一只在黑风洞修行的狗熊 虽然长相丑陋 生性草莽 但它却精于闻末 关心国家大事 甚至偷取了唐僧的袈裟 想要立地成佛 不仅如此 黑熊精武艺也很高强 手持一柄黑鹰长枪 当时孙悟空和他争斗过多次 也未能讨回师父的夹杀 最后 只好求救于南海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假装送给熊精一粒仙丹 使黑熊精献出原形 为唐僧讨回夹杀 后来 黑熊怪皈依佛门 摩顶受戒 在菩萨的洛家身后 当了守山大神 你知道西游记十大妖怪排行吗 今天 他来了 第七 黄梅大王 也被人称为黄梅老祖 原本是东来佛祖弥勒佛的童子 他无意间听闻兄弟们都下凡 当起了各个地方的老大 混得还算人模狗样 于是黄梅心中一阵骚动 决定下凡 玩一把大的 黄梅直接造了个小雷音寺 假冒如来佛祖 像这样的大手笔 在妖精界绝对是独一无二 可他的生意却一天不如一天 直到唐僧送上门来 孙悟空为了解救师父 五次大战黄梅老贼 可都已失败告终 最后还被扣在金箔里 就算请来二十八星宿 也无济于事 神仙们都被一一收入 后天人中带 最后悟空请来弥勒佛 在西瓜田里设下巧机 终于倾注黄梅老妖 第六 六尔弥猴 六尔弥猴可谓是神通广大 和孙悟空一样有多端变化 可以藤云驾雾 样样精通 六尔弥猴趁唐僧赶走悟空时 变成大圣的模样 差点一棒打死师父 之后又抢去唐僧的一波 将其嫁祸给孙悟空 并霸占了花果山 真是杀人诛心的 并且和悟空交战也不得下风 二人从地下打到天空 就连众神也难辨真假 直到真假悟空打到西天雷音寺后 如来佛祖火眼一睁 就识破了六尔弥猴的计量 直接用金波扣住他 献出了六尔弥猴的原形 被悟空一棒打死 第五 牛魔王 牛魔王自称平天大圣 是七大圣之首 在书中称他为西方大力王 由此可见 其实力肯定不一般 在如此多的妖怪中 牛魔王的自身实力极强 是书中为数不多 可以靠自身武力 而不靠法宝与孙悟空匹敌的角色 在火焰山本土有这么一句话 牛魔王神通广大 法力无边 正是孙大圣的敌手 要知道 牛魔王并没有强大的神仙后台 他持有弟弟如意真仙 和儿子红孩儿 这也能推测出 牛魔王来自一个 颇为兴旺的妖怪家族 另外他交友广泛 名气颇大 在妖怪中可以算一位 名副其实的爵士枭雄 排在第五位 也是实至名归的 原来在西游记反派排行中 实力最强的竟然不是大鹏鸟 现在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最后的排名 第四 青牛精 原本是太上老君的坐骑 板脚青牛 头掌独角 皮肤清黑 当时他趁着牛腾瞌睡之际 偷走老君化胡为佛的宝物金刚镯 随后下界到金兜山 成为当地的魔王 自称独角四大王 他使用的兵器也不赖 是一根战二长的点弄枪 而且手下还有一群 战斗力超群的小牛精 又仗着太上老君之宝金刚镯 独霸一方 甚至还有三头六臂之能 律师小记就能捉住唐僧 猪霸戒和沙僧 只会又套走孙悟空的金箍棒 将他打败 他依靠一手金刚镯 将哪吒和火德行军率领着重火神 手中的降妖兵器通通收藏 并且天兵天降和如来佛祖的十八罗汉 都战胜不了青牛精 最后连佛祖的金丹沙都被全部首选 第三 九灵元圣 相信大家从他的名字就能看出 这只妖怪的实力不容小觑了 因为就算再强的妖 也只能叫做怪 而他却被人尊称为圣 最重要的是 这个圣还不是自封的 是妖界和仙界公人的 他喊一声就能上通三圣 下撤九圈 是下界打工人中影响力最大的妖 而且还是极少数对唐僧肉 不感兴趣的妖怪之一 九灵元圣法力高强 但却没修成人形 一直以肉身行动 虽无武力 但他的杀手锏九头琴非常强大 能一头生琴孙悟空与杀僧 但可惜是一招先 效果只有第一次合适 第二 金翅大翁雕 他的背景极为强大 本是如来佛祖的亲娘舅 纵空自然奈何不了 与其他战山未亡的妖怪不同 他和青石白象 一起统治一个国家 师陀国 残忍的将城池中的人们 全部吃光 大鹏金翅鸟 是孔雀大明王的兄弟 后来被如来佛祖 分为护法 大鹏扇一下翅膀 就九万里 法力高强 在灵山五百罗汉 诸位仙佛菩萨 都拿他不住 最后还是靠着如来佛祖诗迹 方才拿下 第一 无天佛祖 他是西游记后传中的人物 是电视剧中最大的反派角色 而且无天并不是妖 曾经是佛界的护法 奇缘行为佛教魔罗 法宝是灭世黑莲 他将乌光剑练到极致 三界之中 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法力与如来佛祖相同 最后依靠悟空 及其十七颗射利子的力量 才被打败 排名第一 毋庸置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以上也仅是个人观点